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那么最近台股就持续在一个整理的状态 墙量在今天说的更小 中场成交量只有889亿 所以我在盘中的解盘的文章里面 我开中民谣就说都这种量 当然指数它就没有什么空间 没有什么波动也没有什么行情 它就在一个量缩盘整的一个架构 但是这个整理的结构并不差 因为虽然横盘三天 三天都收红 代表其实这个盘 它没有什么明显的卖亚 而且在横盘三天都收红的过程量极出 表示是筹码非常的安定 买盘是持续的季节 所以整理完之后 它还是要往上 那只是说量大的时候呢 多一点就1300 少一点很快又收到800多 所以这种就是说 丝毫没有过热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它这个行情可以走很久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它现在就是在一个整理的时期 但是呢 强势股当然就各自表态 所以股票要强势 就是它各自的基本面 最强势的基本面 它就有本事在横盘的架构里面 创高整理再创高整理再创高 所以现在就是说 股票你就知道回归最原始的 就是说你要以基本面为一个出发点 寻找最强势的 基本面比如说财报的部分 获利 毛利率 接单 报价 诸多因素 但只要基本面够强 在这种整理盘的架构里面 股价照样喷出 那今天我想就是说 最看好的其中一档股票 一华电 从3月13号礼拜三 开始启动涨停板 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313礼拜三 涨到128.5元 礼拜四再创136新高 礼拜五再涨停板来到136.5 礼拜一呢 139.5元再创新高 礼拜二呢 147再创新的天价 礼拜三再度涨停板156 礼拜四呢 来到这波段的最高点156.5元 之后呢 才拉回 横满整理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到间替五天 那整点幅度并不大 因为从高点下来 大致还不到10% 所以它是一个金金涨 涨了三成四成 创了历史新高 拉回的幅度不到五分之一 这都是最强势的形态 换手整理第五天 所以拉这一大波 12到156.5元 赚了四成 稍微压回来量缩横满 整理第五天 这压回幅度非常的浅 连这根大红棒都还没跌破 所以换手到末端量能急缩 等到开始转强 蹦一根可能就过高 这种都是一个最强势的多头 那基本面 非常非常厉害 第四季的获利 1.17元 基增1.2倍 比第三季 获利成长 超过一倍 但好玩的是 营收的成长没有一倍 但是获利成长超过一倍 代表就是说 同样是在出货 它的获利结构大幅度的改善 而主要原因就来自于 去年第四季 它就已经涨价了 那COAF的相关的封装测试载版 尤其是载版的部分 过去全球的投资就是非常有限 三大厂在韩国 两大厂在台湾 那现在供给严重不足 因为所有的手机 只要未来要出载边框 都要用到COAF的封装 跟相关的零组件 就是载版的部分 那因为投资不够 需求非常的庞大 所以公司的董事长 在上个礼拜 黄董事长 他就说现在缺货的状况 他说是非常的夸张 那种夸张的程度 只有去年的被动元件 能够拿来类比 所以他说现在客户 是提着钱主动加价 希望可以多拿一些货 因为就像我解释的 今天小米也好 华为 OPPO Vivo Samsung 甚至Apple的部分 大家都要出载边框的手机 你现在手机没有载边框 可能你也不会有人要买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既定成型的主流趋势 但是你要出载边框的手机 LCD驱动IC 它的封装的方法 它就要改变 改成COF的封装 那COF的封装 都需要COF的一个基板 所以这个基板就变成战略物资 它不能没有 所以今天假设我华为的新的手机 我预计要出3000万台 但可能消费者非常的买单 可能搞不好销售量 预计可以销售到 冲到4000万台 但是如果说我的零属件 只有2000万颗 那后面就算订单再大 4000万5000万6000万 我给你说 那也没差 因为你出不了货 所以这种战略物资 这种关键性的零属件 它缺一不可 而且它占整体的手机的成体的成本 其实非常有限 但它缺一不可 所以宁愿加价也要买主 所以后面涨价是四债并行 就跟去年变成建股一样 所以COF的缺货如去年变成建股 那第二季估计 公司估计不是我估计 要涨大概12到15% 所以可以想见就是说 去年第四季的获利1.17元 已经计真了1.2倍 第一季客户主动加价 第二季会全面的涨价 至少到上半年来看 获利都是足迹跳升 更不要说营收应该 三月份大概过年只衰退了8% 三月份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就会再挑战新稿 第二季只要涨价 一定双成稿 下半年正式进入资讯产业的旺季 生诞节前的旺季 所有的手机品牌厂都要推 旗舰机新的手机 那时候整个修货会更严重 更严峻 所以下半年可能涨得更凶 股价是这个样子 报价往上涨的过程 如果获利涨五成 股价可能涨一倍 当获利成长一倍 股价可能涨两倍 当获利如果说涨个两倍到三倍 股价可能就是涨十倍 就像那时候的被动一些股 所以过去的例子 其实它常常在发生 常常在重新上 只是说大家有没有从过去的经验 把它学起来 变成未来自己赚钱的养分 那如果你真的不懂 至少你要懂得来看我的节目 照着我跟你规划的方向 去做你的资金的配置 比如说跟着郑老师 中压一华电 这一波到最高 也去探戏 目前还在压回 但后面还会再过高 所以未来四成有可能变成五成 甚至变成六成 所以最强势的股票 几乎都在郑老师的手上 而且不是只是单纯在标 是真的基本面最强势的 最强大的波段的标股 当他们进入主三段的时候 那种三五成那种在赚 赚起来是非常的过瘾 所以大家想要真的发大财 就是来跟上郑老师的脚步 跟着我们的中压长停股的会员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就把资金重压在 最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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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的标的 用那种复利的方式 一口气 一次赚四成 一次赚三成 一次赚两成 三次下来没有一倍 常常也是七八成 所以最近其实绩效就放在眼前 比如说另外一档 也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大众 三月十五号礼拜五 首度买进 大概买48块 当天亮灯涨停板50.6 隔天冲高拉回整理一天 两天第三天 又涨九盘来到49.95 再涨到51.7 再强势整理 尾盘收红 到三二六礼拜二 涨停板 53.5元 创新高 昨天再创新天价56.3 今天再度拉涨停板 59.9元 再收最高最高的一个点位 所以呢 一华电是先赚四成 那大众呢 从48到59.9元 赚了11.9 虽然还不到三成 但是也已经累积了25%的获利 也就是说明天照这个速度再涨个35%上去 以我们当初的进展成本48元来看的话 其实就可以轻松的再度达成另外一个三成获利 而且在这个礼拜其实除了大众之外 我们的中央涨停股的会员 中间又多穿插了一个非常灵活的短线的操作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曾经预告两天 说要买进的中央涨停股二号 那礼拜一呢 我们是买盘下 尾盘强力收涨停板 光是礼拜一就赚了12% 那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公开 一直都没有公开 那其实很多人都也猜出来了 就是6290的两尾 那在礼拜一 我们买第一档赚12% 隔天开个小高平板附近就出掉 短短的隔日冲我们就赚进了12% 这就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操作绩效 今天买明天卖12% 而且当天就已经赚12% 对单股中压会员 可能有人资金只有五六十万 一两百万 他的资金并不多 但是当他一天就赚了12% 那种喜悦的感觉 那个是你自己去体会才会知道 那礼拜一买两为 礼拜二就输掉 礼拜二就输掉 结果呢 礼拜二呢 我们把资金呢 卖掉之后呢 就转进什么 就买进大众 就当天尾盘收涨停板 所以前一天的两为赚12% 隔天卖掉转进大众又赚一根涨停板 那到礼拜二呢 再创新高 最高涨五% 到今天再来涨停板 所以短短的三天的时间 大众赚超过两成 两为赚超过1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虽然大众还没有真的超过三成的获利 但如果再加上两为礼拜一的超过12%的绩效的话 其实又是一个三成的绩效 其实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才会说 大概这个市场上 我不敢说标股都在我家 但是我敢说 有实质上的财报 营收业绩 那种基本面最强势的最标的股票 大概都掌握到郑老师的手 那种真的很单纯在乱标的投机股 那个我们不谈 但真的基本面最强势的标股 真的都在郑老师的手授 那我们也就是说 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重要涨停股 就是把会员的资金做最有效的利用 把它全部重压在一档最强势的标的 两为的部分 礼拜一买盘下收涨停板 光是这12%赚起来 你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更不要说礼拜二平盘卖掉12%获利入带 再转进到大众 当天买进当天涨停 早牌买进尾盘涨停 隔天涨5%今天再涨平板 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四 操作两场股票到现在已经赚了超过三成的获利 这个就是标股就是标不停 这是最强势的迹象 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你一档股票赚一倍不容易 但真正要赚一倍的最好的方法 你是要用复利的方式 一个股票强势股赚它三成 两个三成就是六成69% 三个三成用复利的方式就是219% 就超过一倍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档一档来 大众不要说两维 我们只说大众的绩效 48到59.9赚了11.9元赚了25% 即便扣掉两维 我认为到明天应该就会挑战三成获利 就会挑战三成获利 那我会讲的不止一次 我说元月份赚了0.72 光第一季的获利就强于微软 因为微软为什么最近在拉回成立 为什么我们先出掉 因为1月份加2月份的获利0.83 0.83是1月份加2月份的获利 3月份再加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大概1块6 1块7的水准 但是大众光元月份就赚了0.72 所以低级的获利会强于微软 同时也比敦阳科来得更高 那敦阳科做什么 做系统整合 那大众做什么 也是做系统整合 那微软是比较偏纯软体 但同样都有软体的概念 所以最近的敦阳科股价也非常强 今天最高来到62块8 赚的比大众少不少 但股价一个是60几块 更不要说微软 这波最高138 现在股价今天收盘价是120块 赚得少的120块 赚得少的现在60块都不到 60块都没有 所以股价只有人家微软的一半 这比较空间就是一倍 所以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涨一倍 当初微软不就这样涨上去了吗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重点是有那个基本面 就有那个股价的价值 只是你懂不懂去发掘那个基本面 那你不懂 郑老师懂 你不会选股 我帮你选股 你不晓得什么时间点该买 买什么价位 我来带着你买 那你真的都不懂 我在电话亲自通知你买进 这样有没有好人做到底 有吗 有吗 如果有的话你就跟上来 我想这个获利 一华电大众 或者两位一天赚12% 他就会变成一个获利 所以呢 市场上最强势的涨不停的标股 几乎都在我的手上 比如说351的戏码 今天也是一样嘛 大涨再创波段新高尾盘才做压回 收盘还是涨 所以我的股票都是不断的在涨 涨不停 甚至不断的涨停摆 最强势的股票都在我这边 那今天已经329了嘛 再来下礼拜进来 回来就是4月份 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把未来一个礼拜 未来一个月将要操作的标的 先预做准备好 就叫礼拜一 为什么梁维可以一口气 一出手就是12% 因为从礼拜四礼拜五 我就已经预告了 我就已经ready好 再等他一个买点 那礼拜五大跌160点 我们也不急嘛 礼拜一出手 一出手就是12% 所以 再来要准备的是4月份的新标的 所以我就说 中央厂停股会一档接一档 4月份呢 最新的秘密武器 就是大众 抱歉 一化电 已经四成了嘛 细码到今天等等会谈 也已经赚了超过三成 大众呢 赚了25% 如果加上 两维的部分已经超过了三成 所以四成 三成 三成 其实都超过这些数字 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 超过了一倍的获利 所以这三档股票加起来 绩效已经超过了100% 100% 所以这些都是最强势的标股 但是这些我也不打算叫大家再去追 拉回 你想买 你来找我 我可以带你买 比如说一华电 他现在在整理 我认为 他后面已经会再过高 你可以来找我 那 但四月份呢 最新的标股是这一档 XXX 那 从昨天跟今天 陆陆续续 我们开始在进场考 那我也说 如果你想跟大众一样 一个礼拜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就已经涨了两根涨停板 涨了20来% 那这个最强的标股 我当然认为 他再来就是下一档大众 他的那个 喷发的速度 那个强度绝对不输给大众 细码 所以这个最强的标股 大家都一定要买 那一样 如果你真的不懂怎么做 我今天再开放最后的五个名额 最后五个名额 会由郑老师亲自来做通知 亲自通知就是说 郑老师会打起电话 打到你的手机或者室内电话 跟你说郑先生张先生 陈先生陈小姐 现在 比如说大众 50块钱 请你买进你的100万资金 200万资金 总共多少资金多少量 来帮你算清清楚楚 让你在接到我电话的过程 你会非常清楚 非常有信心的知道说 你该怎么办 买多少价位买多少数量 绝对不会搞不清楚 绝对不会没有信心 该买到一定能买到 所以四月份的全新秘密武器 你真的有赚到 易华电系码跟大众的 那这个最新的股票 你绝对不能错过 五个名额 郑老师亲自通知 未来这几天 大概就剩明天礼拜五了 把它买好买满 礼拜五买好买满 下个礼拜准备喷出 所以我就说 股票标出去 股价标出去 绩效赚进来 大家准备发大财 好好把握机会 好好把握机会 等等我再聊 加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全市场现阶段最强势的 业绩标股都在郑老师的手里 那事实绩效就是摆在眼前 比如说3511的戏码 在315礼拜五的时候就涨了9% 隔天涨了6% 之后创新高 之后再涨停板 创新高 之后涨了9.4% 42.3元 然后整理一天 再大涨 再整理一天 再小涨 今天盘中最高又涨了多少 涨了大概9% 再创新高44.4元 从33块买到44.4元 已经大赚11.4元 到今天来到了34%的获利水准 虽然尾盘略做压回 但创新高的趋势不变 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不到两个礼拜操作最多获利34%再度达成了三成获利的目标 所以我才会说嘛 我们不需要每档股票都要射高射炮每档都要赚一倍没有那么简单 你就老老实实安安分分的跟着郑老师 把钱跟着我来做操作 我们就重压一档又一档又一档的强势股一档一档来 一档一华店四成赚起来 一档细码34%赚起来 然后两维之后大众三成再赚起来 这样就是累积起来就是一倍的活力 我们就老老实实一档一档来 细码毛利率大好 盈利率大好 EPS大好 以15倍本益比来看的话 现在股价还是低估 所以每天都在讲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时间重复的讲太多了 那另外大众礼拜二涨停 创新高 礼拜三再涨再创新高 今天再涨停再创新高 48到59.9元大赚了25% 如果再加两维的12%的操作 到今天已经超过了三成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的绩效 所以真正的强势的标的 都在郑老师的手里 那再来4月份的最新的咪咪武器 我已经ready好了 我已经ready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一起买 义华店 戏码 大众 这些都超强 再来4月份要看这一档 看这一档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好买满 大家都可以很有信心的买好买满 希望下次赚三成的是你 所以限额五名 郑老师亲自通知 会用电话打到你的手机 打到你的室内电话 告诉你说 什么股票买什么价位 买多少数量买多少金额 我会跟你讲一清二楚 让你买到好买到满 下个礼拜 我们股价飙出去 绩效赚进来 大家准备发大财 那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